十万 我感觉那个视频 我都他还说什么出血过多什么的 妈妈妈 妈妈 妈妈有话对你说什么 什么话 想不想 妈妈 啊 我们的女儿是过年 那么多年了 说 我们 我们是 丈夫卖手 对 我们的女儿 就是他 我们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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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们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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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 都是女儿 我们的女儿 我们还给女儿 什么意思 我们的女儿 那些女儿 我们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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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 我们的女儿 一提不动啊 对 让妈妈 找个人嫁了 咱们这个不认识的 咱们的身体不好啊 咱们的身体不好啊 那阿妹有些时候你还是挺想的吧 毕竟你妈妈年龄也大了 她在世的时候她就很想让你看着 看着女婿嫁的那种 你看这几个月她身体就越来越伤了 阿妹有男朋友的嗎 已經有了的嗎不擔心了 她媽媽希望阿妹找個誠實的 靠譜的趕緊嫁來 媽媽說了什麼 我媽媽說了什麼你們想聽嗎 不是什麼好消息 讓阿妹早點找個人嫁了她媽媽說 因為她媽媽身體不好 她爸爸又走得早 那小孩就不去女兒了 小孩就不去女兒了 小孩就不去女兒了 她媽媽那時候不去女兒了 那時候不去女兒了 然後不去女兒了 所以她不去女兒了 那時候不去女兒了 这歌曲很好呀 给你翻译一下 什么意思啊 叫什么阿姨 阿姨啊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 阿美现在年龄也不小了嘛 然后她爸爸就走得早 她一个人把阿美让成大姨不容易 然后叫阿美 早一点找个合适的人叫老 然后这样她就更放心 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 自己的女儿就是到一定的年龄 就疯疯乖乖的嫁出去 然后后续她的身体也不好嘛 这几个月你们也看到的 老是吃饭吃的也很少 所以然后她是看到阿美幸福的嫁过去 万一她有什么事情 她也就放心安息的那种 阿美你也还是 我觉得你也是提一下你妈妈的嘛 毕竟你妈妈真的一直都在牵挂着你 她也应该很想看到你 就说找个幸福的对你好的人 这样子去了也许她的毕竟会好一点 她每次都是这样子 挂念着你 然后再加上她身体又不好 你也看到的这几个月她都憔悴了很多 看着都老了很多 不是有阿菲克吗 那我阿菲克那我阿菲克她也没有说要娶你啊 肯定要娶她 你要找一个靠谱一点的诚实一点的阿美 王菲克就人品就很好 她就很诚实啊 她肯定会娶阿美的 对阿美很很真心的 她说要娶她了吗 她说要娶你了吗 肯定要娶她 可是我现在是嫁了 我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对不对 我是有男朋友的 我怎么可以就随便去嫁人呢 唉王菲 你妈妈生病这么久了 她应该也都知道了吧 这么久了她都不来看一眼 主要是最近买不到 买不到车票唐姐 借口吧她自己都有车 不是阿美开车去她有点远 所以她最近人家都回来过年那些 都买不到车票的女性 我以前看到那个他们 就你们也看过了 那个表白视频 我觉得挺感动的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 有可能她只是玩我阿美 怎么可能 没有啊 她真不可能真不可能 哎呀这种事情我见多了王菲她 对吧家人们 她那么有钱 身边的美女多的是她 有可能只是玩我阿美 哎 阿美你她几岁的也对 我也是这样觉得她应该真了 你们 不是 你们有钱 还是找个成熟一点的 稳重一点的家 一旦那的新鲜改过去了 你妈妈也发现了 不会的 王菲哥她不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知道 我跟王菲哥认识很长时间了 她是真心的喜欢 你乱猜的 怎么可能 直播间有五千六百多个家人 都是很了解王菲哥的家人 对吧家人 王菲哥不是那种 怎么可能是 而且她很担心的 她一天到晚都在问阿姨 她一天 王菲哥也一天到晚都在问 只是她 没买到机票 赶不回来而已 你觉得王菲哥怎么样呢 不是说不来看你 啊 王菲哥看都没看过吗 你没想过 就是上次上次那个见过 上次那个 在家里面 她来家里面的那个 我们一起的 你看到过的 她不是 她要是真的想 她要是真的想娶你的话 这一步一步来嘛 这一步一步来嘛 就是现在已经给她表白了嘛 你那在一起了 肯定还是 要先见着双方父母啊 慢慢慢慢的才会 才就是说 讨论结婚的事情嘛 王菲多好 王菲 王菲很好了 王菲 王菲是不是个好男人 王菲是不是个好男人 你们怎么知道 她肯定是 又不了解她 她家里面 认识很久了 她肯定要跟我们 在一起的话 我们肯定会慢慢的 那个嘛 这王菲的一口 就去我们行了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妈妈问我 王菲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王菲啊你 你们王菲的去 我们 搁人家去 啊 这王菲的去 我们想不想搁人家 王菲的去 他说王菲不是人 啊 我妈妈说王菲不是人 她说是人的话 为什么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了 一个电话也没有 一个消息也没有 人也没见到 就说 就说 不是阿姨你 妈妈说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真的 我 那你说一下 他们后期多久了 他们后期多久了 他们互相喜欢很久很久了 我们也不管抖音 只是说 会说普通话的 就跟他们说嘛 反正翻译的话 可能他们也 哎呀小 就是阿姨 改姐你也知道的 王菲哥你是 你这可能你是最 就是家里面人 反正我是不了解他 你是最熟悉的 你也知道王菲哥这个人的人品的 小小这样的 王菲哥确实是很好 但是我觉得哈 像王菲哥这样优秀的人 男朋友和老公是不一样的 他生病的话 绝对不会缺女人的 所以他只是 你就是带阿妹去玩一下呀 除非是普通的朋友瓜 所以他争着不会缺阿妹的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阿妹的妈妈妈 每次都是生病了嘛 他又想得多一个人 把这些孩子拿扯蛋也不容易 最后他 就是他 你就是 牙里面的那天他都觉得嘛 他爸走得走 我再怎么样哈 把他们扶牙炸蛋 就算是有一种剪透了的嘛 所以你就 还是说了你妈妈的心愿嘛 你看 他这几天都病得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你在家下他那么担心你 到处为你着想的那种 他病情会越来越严重的呢 反正你也不小啦 阿妹他知道的 他自己知道 王菲哥对他是不是真心的 他自己是最能体会的 你们问他嘛 对不对 他自己是最清楚的 谈恋爱的时候至上都是维尼的 这种事情我比他更清楚 那我一直都知道的嘛 王菲哥对他真的是真心的 谭姐 准不准习这个事情是 说不准的 他们才在一起都知道 而且你不要说一开始就说什么 王菲哥有没有说过要娶阿妹 要娶阿妹肯定是要娶的 但是 可能不太像你们这一边 你们这边的话可能订了 订了没多久就订日子 就结婚了 但是我们的话可能还要 但是 问题是他的情况 跟别人的不一样 你看他爸爸又走得早 妈妈又生病成这个样子 小小这样的 可能你也是汉子嘛 你对我们遗族 确实不了解 我们遗族是这样的哈 如果是不娶她 男女朋友走在一起的话 以后别人也会说些话 而且以后的迷生也不好 肯定会娶她的 叫出去的话也有点难的那种 所以 我觉得阿妹 你还是想好真的 找个诚实一点的 稳重一点的 配得上你的军的 没有 那个我妈妈 那个是那样子的 王菲为什么 就是王菲哥 为什么这么久 你感冒什么都不来呢 然后也 不问个电话 电话是打过了 只是我没跟你说 只是没跟你说 而不是跟你说 是有打电话的 没有不问不问的 没说 电话一个都没打过 打了的 他经常给阿妹打的 打了的 他只是没跟你打 你看你 我怎么可能会 怎么可能会骗你呢 对吧 家门他们都觉得王菲哥这几天 他们都觉得王菲哥这几天 我感觉被王菲给洗脑了 一直都在说王菲的好 吃阿妹 吃阿妹 一规一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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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阿姨看到阿就要就在一起 怎么他们也是认识很久了的 互相喜欢很久过后 然后现在王菲哥给他表白他们在一起的 王菲哥如果他回来的话肯定会来看阿姨了 然后看一下家里人的 他现在的话真的是没有抢的机票的原因 不是说不在意你们不在意阿妹 早的话也要找一个阿妹喜欢的 我要被他真正喜欢阿妹的话我们是这样的嘛 你光阿妹同意也没有用的 首先现在阿妹的妈妈已经生病了 她最起码也要来看一下吧 而且第二的话她最起码也要来问一下我们家庭的条件 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 不能说是只有一句我喜欢阿妹 他不是的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给他表白 他给他表白的时候就已经是想清楚了 以后是要结婚的才会给他表白的 王菲哥是这样子的人 不是说就表白一下就说谈谈朋友什么的 嗯是的是的 嗯你说今天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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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菲哥是个很认真的人 你们 你不要给你不要给我妈说那些 是 不是你说的那种 对吧家们 你过来你过来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团姐 你过来嘛 哎 你过来妈妈 没事我 嗯 你过来 我妈说 你过来 知道吗 你们觉得王菲哥 对阿妹是真心的吗 现在阿妹的妈妈是特别的担心 嗯就是好她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然后年龄也有点大老 所以她希望阿妹能够找个诚实 为重一点 对她就是想结婚为那个的人 人来 人来 人来娶她的那种 你们觉得王菲哥会娶阿妹吗 家们 你们觉得王菲哥会不会娶阿妹 给表姐看一下 是真心的吗 但是阿妹的妈妈 她现在是这样想的哈 毕竟作为 如果是真的喜欢阿妹的话 她们两个在一起 嗯 最起码也来看一下她们哈 最起码来也 也就是了解一下家里面的情况 看她们两个在一起家里面的人 同不同意啊 怎么样的 但是一个消息都没有 所以她觉得啊 王菲哥只是骗阿妹一下而已 你看毕竟王菲哥那么优秀的人 她身边也应该不缺女人 她是